假設了 我想讓這個檢察局局長下來 我想幹 我就去打 找人去打架 就是有一些小混混 就在那邊打了 他就被換下來 這樣子的 我還是追了大家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而且黑道也可以一直把你的 這個局長把你整下來 你每天在換局長 你這個局長一打架就換下來 換了一個新局長下來以後 再打架再換下來 反正這個局長 打架是輕罪 裡面拘留所關兩天就出來了 但是不斷的打 你就不斷的換局長 你這個局長就貪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說不換 那你蘇貞昌講的就是一個鬼話 威信到哪一句了 問題就在於 剛剛委犯講到說 這個是不是我換局長 一定要經過你市長同意 沒有 2017年的台北市的局長 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在更換的時候柯文哲不接受 柯文哲不接受的時候就硬派 硬派以後 後來柯文哲就不去移交 柯媽媽接受的 但是你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事實上 當他要硬換的時候 你市長表達反對意見 也沒有用 換言之也就是說 現在的蔡英文不如過去的陳水扁 陳水扁那個時候在當總統 要換掉台北市的警察局局長的時候 要把他升 升了以後馬英九抗議 後來協調的結果是讓王卓軍 去接台北市的警察局的局長 這個事才擺平 我的意思是在於 再怎麼樣陳水扁 都還會尊重你地方首長的 警察局局長的意見 那是因為當時陳水扁就主張 這個地方的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權 在台北市市長 在地方首長手中 所以他當了總統了以後 他還是立場沒有變化太多 可是現在的蔡英文 跟現在的蘇貞昌完完全全推翻了 過去你們在推動的 地方自治裡面的 這個市長的自安全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是合理的嗎 我看柯文哲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看警柯文哲 所以我守在議會 我看他市長 我要盯住他 這不是 這跟選舉都無關 如果柯文哲跑去選總統 你就會跑去選立委 要在禮拜院才能盯住他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跟謝龍介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是說 我們評論任何人講的任何話 我們要看他的原理 不要致意 字面上刻意去扭曲他那個意思 治安一定是靠兩個數字 一個就是人民的感受 一個就是辭職治安數字 就是破案率跟犯罪率 這個部分在當時 確實警政署提出的治安數字 是改善 當然你可能治安數字改善 但人民還是沒感受到 所以當初 蘇貞昌講那句好語的時候 那個是有一些疑慮的地方 因為你治安改善 人民可能還不認為 所以到底是根據哪個數字 其實沒有確定 但是我覺得這樣 我是覺得韓國瑜 這事情比較要緊 真的 因為我覺得你看 你如果參選立委的政見 會不會也是要徵召 韓國瑜選總統 我其實提名韓國瑜 或者不提名韓國瑜選總統 其實本來國民黨的家務是 可是在我看 因為這個是跟全民都悠悠相關 為什麼 從韓國瑜12月25號上任到現在 我把它算到今天 剛剛我74天 這裡面有29天 不是週六 週日放假 就是國定假日 韓國瑜實質做 才做45天 那還沒扣掉說 他可能並駕出國 那些都不算 就算45天都工作 45天都工作 可以把高雄市政 做得那麼的好 讓會員這樣 我認為 還有讓韓粉們能夠瘋狂 我認為這樣的人才 我簡單七個字 七個字 我覺得這個 我是跟韓粉還有輝文講 要行動 不要歌頌 你們抬轎子 抬轎子直接抬去高雄市政府 每天都有人抬轎子去那邊等他 每天都抬過去 就是要把韓國瑜抬出來 往台北抬 來抬到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直接 就領讓中央黨部 直接下這個總統 提名證書給他 為什麼 其實 這個也國民黨家務司 就是說其實讓我們看到說 國民黨排排戰 前一天那種拜拜有沒有 國民黨三公 五公一堆 都是那些公公出現 他們過去就是從上而下的領導 封建士 韓國瑜這一次是由下而上 他是由下而上民意的轉變 這其實國民黨一個改變的契機 除了改變國內的政治 也改變你國民黨 一個百年大黨 改成跟民進黨一樣 由下而上 這對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跟提升 可以 看得出來 你跟他有劈不爛的交情 那天那個陳奕明委員 來上主持人節目 他提到說他跟這個 就問蔣大哥夜宿那天 他跟韓市長一起在那邊做談會 陳奕明委員說 他覺得韓市長要變瘦了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變瘦 變瘦 變瘦 看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剛剛這個 司傑兄提到這兩個多月 我的看法不一定對大家參考 他說45天 對 實際這個執政這四十幾天 我覺得他已經證明他是一個合格的 高雄市長 而且韓國瑜的效益已經出來 我拿報紙給大家看 這個是農委會的主委 跑到日本去賣水果 賣農產品 自由時報做這麼大 這是主義時報 然後這是今天的自由時報 剛剛那是昨天 這是今天的 你看又做頭版下面 我給大家看這個蔡總統的臉書 連蔡總統都follow 所以這個王議員 你要update一下 蔡總統的臉書 農業拼經濟一天簽五億 香蕉銷出去口袋新台幣 有一點押韻 請他看下面要寫什麼 破出的去 前進的來 學長 我support 這有選嗎 這有選嗎 蔡總統的臉書 學韓國瑜 對 因為我這個iPad比較舊 那個教不出來 慚愧 他這個效應出來 我請問大家 我的邏輯很簡單 如果今天是陳其邁當選 會這樣子嗎 不會 如果陳其邁當選 是不會這樣 我覺得他臉書 可能也會改成這個版本 我禮拜一在演節目講說 我們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YouTube上面有網友2萬多 我禮拜一回去有監看 結果立刻被糾正 因為講完沒多久變3萬 謝謝你的金頭 有這麼多的網友 這些所謂剛剛王議員提到 這些韓粉 我真的是很佩服 我的結論 我不是韓粉 我個人不是韓粉 我是韓粉的粉 這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剛剛黃紹婷議員提到這個 我用林雅周小姐的這話回你 林雅周小姐在2月20號的時候 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他說我們等了好幾十年 好不容易有一個好市長 這個我同意 我覺得他已經qualified了 而且也給其他縣市長 包括中央 韓國瑜 都給他們壓力了 但是我要回應這個 我們的周小姐 還有南國雄的鄉親 可能等了好幾十年 我們可能有一個好的總統的時候 這個取捨就不一樣了 一定要去 你說你再做市長 再做總統 這不可能 我跟大家說韓粉的相比 但是他民調一路領先 然後用鈔票去幫高雄拚經濟 我想黃議員念很清楚 很多去高雄 亞齊亞燈會消費的人 住民宿的人 住飯店的人 他不是高雄人 那我去捧場幹什麼 我不是真的愛高雄 我是愛韓國瑜才去的 讓你高雄經濟起來 韓國瑜沒有民主 所以馬上選票 我說2020只投韓韓國瑜 沒有韓國瑜就不投了 我的結論 可能韓國瑜還沒準備好 但是韓粉已經準備好了 這不一樣 韓粉要不要推一個人出來選 所以準備好了 所以我跟你的看法一樣 我對韓國瑜到現在的表現作為 我就是四個字 心悅成福 但是我加於政黨 我不能說去做那些事 所以我才說請輝文 你帶領韓粉們 就是說要行動不要歌頌 抬轎子去把它抬出來 對 王爺 你這樣倒口真是 我閉關之後會無所謂的 我的意思說 因為現在不急 國民黨連公告都還沒說要急什麼 四月公告 五月臨表 六月初選 七月停 你還早 所以韓粉們也不用緊張 你就繼續想看 你慢慢看 中午一條線 不用緊張 緊張什麼 像剛剛螢幕上面那些 那些假裝在那邊說 韓國瑜很好 好不容易我們有一個好市長 我跟你講這些背後 這些就是拱豬派的 那是領亞的周小姐 我選區的 銀酸酷黑 不過我覺得還是他 每一個人都有 他自己意見表達的 直接不要貼民眾的標籤 他們可以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在我的看法 那些都不是真的 忠心臣服於韓國瑜 我覺得讓韓市長 他三月抵到大陸 五四月在美國回來之後再來看看吧 對啦 對啦